哈喽大家好我是炒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新手如何购买比特币的一个完整的流程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虚拟货币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 因为今天的视频特别重要 币圈很多的骗子骗局也很多 新手朋友一定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 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第一步呢 我们先去注册一个OE OKX交易所的账号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OE OKX 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 币安 火币 选择OE OKX的原因呢 是他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 火币不接受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手续费很低 非常的划算 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如果你用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的话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 比特币和10美金的返游卡 最重要的你的手续费可以终身减免20% 非常非常的划算 然后我们打开一下邀请链接 进来之后是这样的一个页面 用手机用邮箱都是可以注册的 手机的话支持中国地区去注册 邀请码默认自动填写 然后再点击领取盲盒就可以了 这边最高的话可以获得价值6万块钱的盲盒 非常的划算 当我们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登录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注册成功 如果成功了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APP下载 我们说一下安卓还有苹果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安卓 很多人可能会问 我为什么要下载他的手机端呢 因为手机上去操作这个交易所的话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大家应该能看到在这个网页端有非常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我们新手朋友特别不友好 但是呢在手机端非常的方便 安卓手机很简单 把鼠标放到这边有一个下载会出来一个二维码 我们用我们的微信或者是QQ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如果扫码的时候呢提示有风险 可能是被人恶意举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换一种方法去操作 我们可以找可以找到我们的支付宝 支付宝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呢我们随便的找到一个浏览器 然后浏览器这边也是有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直接去扫码去下载的 安卓手机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主要讲一下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的话比较特殊 苹果手机属于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才能下载它的APP 因为大陆的原因 一些特殊的原因不能下载它的APP 然后这个ID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来简单的看一下 找到我们的苹果手机 然后这边有个APP store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右上角 这个地址不能是中国大陆的必须是海外的 然后这个ID去哪里找呢 我们可以去一下谷歌 记得一定要去谷歌搜索一下海外ID购买 或者是美区ID购买 有非常多的网站 价格呢也是很便宜 几块钱一个 六块钱一个 当我们购买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然后点击右上角 拉到最下面 最下面呢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刚才 登录一下我们刚才购买的 退出一下我们自己原有的 我这个呢就是美区的海外的ID 然后呢我们点击完成 进来之后点击右下角的搜索 然后在这里输入OKX 好了 然后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 这边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 写的OE OKX 这个呢才是它的APP 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下载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是事先已经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安卓我这边也是下载过了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那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然后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我们的安全问题一定要设置好 登录上我们的这个软件 然后点击左上角 然后点击这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份认证 然后呢一定要按照它的要求 我建认大家认证到3 因为3的话额度很高 非常的划算 然后这边提币 这个限额非常高 非常的划算 然后我们再找一下 这边有一个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 这边有一个计价货币 我们把它改成人民币就行了 然后安全中心 安全中心向这边 这些谷歌手机邮件 大家看着设设置一下就行了 好了 基本的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边的CRC交易 在这边绑定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点击我的 点击收款账号管理 然后点击这边的添加账号就行了 账号的话 这边有银行卡微信支付宝 我建议大家只需要开启银行卡就可以了 微信支付宝不要开启 因为银行卡的话不容易被冻结 好了 搞完这些之后 我们看一下第四步 什么是USDT 如何购买USDT呢 下来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USDT USDT它也叫做中文叫做泰达币 它是和美元是挂钩 是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 通用的货币呢 是泰达币USDT 假设我们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狗狗币 以太坊 只能通过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 英镑 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也就是USDT 说白了 一句话 只要你想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假设我有人民币 有美元 有欧元 有英镑 我想直接买这个比特币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你必须拿着你的人民币 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USDT只是起到了一个中间桥梁的作用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购买USDT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回到首页 然后点击这边左上角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CRC交易 这边有一个买币 为什么不点击它呢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边的买币 我想买USDT 它这边是随机的匹配的商家 非常容易发生冻结银行卡的风险 所以呢 我们选择这边的CRC交易 我们自己去匹配 自己去筛选这个商家 比较稳定 比较可靠 然后点击购买 然后这边有个筛选 我们选择银行卡 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要购买是多少金额呢 比如假设我想买1万 然后我在这边输入1万就可以了 然后呢 今天的重点来了 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一定要找那种 成交量高 完成率高 注册时间长的老商家 然后这边有个9000多的 我们来点击看一下 然后它这边 成为商家时间 已经超过半年了 像这种老商家就可以 然后最好呢 是越老越好 最好呢 是一年以上 我这边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先暂停一下 给大家找一下这些老商家 我这边呢 找了一个挺老的一个商家 然后它这边是21年的老店铺 已经是两年了 然后它这边 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这边 它这里的成交单数快2万单 然后成交率98%很高了 而且呢 是一个老商家 像这种人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我们去购买USDT 然后这边的价格是6.99 我们点击购买 然后在这边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 比如我想购买 一万人民币 然后点击零手续费买入USDT 就可以了 点击买入之后 这边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提示 我们不用管 我们点击继续交易 然后点击下一步 可能会为了资金的安全 需要我们验证一下资金 我们点击下一步去验证 它可能需要我们提供一下近期的流水截图明细 我们给它提供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也怕我们的钱是那种不干净的钱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找到我们绑定的银行卡 找到我们的资金明细 像我这种 我平时买烟买酒买水果 点外卖逛超市 这些截图给它看一眼就可以了 如果它感觉没有问题 它这边就会把它的姓名 还有它的卡号发给我们 然后我们点击 我们复制好金额 然后给它转账就可以了 转完账之后再点击 我已完成转账 要用我们实名账户 而且呢 转账的时候 不要备注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信息 好了 大约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钱可能就会到账了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这边 我这边呢 已经是提前充值了100个USDT 好了 我们这个时候呢 点击我们的资产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资金账户 我里面有100个USDT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交易账户 这个里面是没有钱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钱 现在是在这个资金账户 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呢 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 顾名思义 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 可以用来交易 我们的钱 现在是在资金 所以呢 我们要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那如何放呢 点击这边的资金账户 点击这边的资金滑转 从资金到交易 然后呢 币种选择USDT 选择最大 然后点击确定 OK 我们钱 现在资金账户已经没有了 然后钱 现在是在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买币了 然后点击这边的交易 好 第一次来的朋友 可能有一点 懵 有一点看不懂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比如比特币 以太坊 狗狗币都可以 然后呢 这个1914 是当前以太坊的这个价格 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限价委托 大家记得要改成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速度快 然后呢 我现在是100个USDT 可以买0.05个以太坊 如果我想全买 我就给他拉满 拉满之后 我点击买入以太坊 就可以了 给大家假设一下 当前以太坊的价格是 我们买了一个 ETH 当前的价格是1914 然后呢 过了两天 以太坊涨了 我想卖出 那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然后呢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 再给他拉满 然后点击卖出 ETH就可以了 假设我们卖的时候呢 是2014 USDT 然后呢 买的时候呢 是1914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赚了100个USDT 那我现在想换成人民币 那如何操作呢 非常简单 点击这边的资产 我们的钱 是在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 刚才 买币的时候 是从资金 放到这个交易 那我们现在想卖币呢 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 的钱 是在交易账户 我们要放到 这个资金账户里面去 那如何放呢 点击交易 点击资金划转 从交易到资金 然后选择USDT 选择最大 好 钱 现在已经转到了 我们的这个资金账户里面来了 刚才有一点忘记给大家说了 假设我们这边想买比特币 那我们如何买呢 我们就点击这边的ETH 点击这边的ETH 然后输入BTC 然后选择这边的BB 选择BTC 这边就会变成比特币的价格了 在这里呢 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了 这个网站叫做非小号 它是一个免费的看行情的网站 比如我们想买比特币 输入BTC 以太坊 ETH 我想买狗狗币 我就输入 DOOGE 好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想买狗狗币 我就输入 DOOGE 选择这边BB 有狗狗币 然后变成0.08了 想买什么币都可以自由的去切换 这不是非常的方便 好了 我们回到刚才的正题 给大家说换成人民币 我们可以回到首页 然后选择 左上角 然后这边有一个CRC 这边选择出售 然后呢 选择 银行卡 选 点击确定 输入 我们要供 我们要出售的金额 比如说 我想出售1万 好了 这边就有非常多的商家了 还是和刚才一样 我们筛选一下 这个有一点 太新了 我们就不找他 这边是22年的 我们也不找他 我这边有我自己以前关注过的 我们刚才的那个大帝国行 然后我们点击出售 比如说我想 出售 1000个USDT 或者是呢 我点击这个最大 然后点击零手续费 卖出USDT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商家那边就会收到我的订单 他就会给我的银行卡转过来 690人民币 当我收到了这690人民币之后 我再把这100个USDT给他就可以了 这个呢 是平台担保的安全问题 大家不要担心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炒币大师 有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以太坊地址有两类 外部拥有账户 要和智能合约账户 二者区别在于要关联私钥 而智能合约则关联合约代码 这意味着只有要可以签署交易 并在以太坊系统内启动计算 而智能合约必须有原自要的交易激活 例如 0XD8-6BF2-6964XO D7A-103-534-15-D37A-96045 是B神的一支个人要帐 而0XA-0B8-699-EC-6218-B36C D-19-D419-0C-360-S-48 是稳定比决SDC的智能合约地址 对于像敌神这样的要账户来说 私钥通常由商易化钱包管理 如Metamask 但也可以使用其他方法进行管理 比如Python脚本或硬件钱包等 以太坊地址从何而来 外部拥有账户 要地址和智能合约地址都有不同的生成方式 涉及到一系列加密操作 事实上 这就是加密货币之所以叫做加密货币的一个关键原因 1.丢地址 账户生成过程首先是生成私用 这是一组256P32字节的随机数 这组随机数必须保密 因为仅私要自身就可以完全控制地址了 这个随机数就是NATIOB NATIO非好这句话的根源 因为如果没有这组随机数 或者如果其他人得到了这组随机数 他们就可以访问你的地址 获取与你的地址绑定的身份信息 甚至窃取你留在那里的全部的钱和藏品 接下来 私要实际上只是一组数字 用于椭圆区限数字前名算法简称KC的收入 获名思义 该算法使用椭圆区限 生成另一组长度为512bit64字节的数字 称为公铁 这两组数字统称为公铁 私要对 最后 使用KC256函数计算公铁的哈希值 产生另一个256B序列 32字节 然后截取保留该序列的最后20字节或160B 这就是以太坊使用的地址 下头图解了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完成 但是 大多数用户选择广泛适用的钱包软件 如MateMateMate 破开源软件 如Web3 还来生成和管理他们的私益 从技术上讲 除了生成和管理私要和地址之外 要通常有一个人 一群人或具有关联私要访问全线的专业保管的工作 全私要用于亲手交易 这是将EP发送到另一个有账户 或智能合约的关键步骤 私要必须保密 并进行高度安全的妥善保管 我们在下文讲到冷钱包时 会进行更多相关探讨 二 智能合约地址 要是在以太坊上使用区块链的第一步 无论是在简单的转账交易中发送提议 还是与智能合约进行交易 然而 要还执行一个特殊功能 那就是智能合约部署 在智能合约的部署过程中 产生了第二种以太坊地址类似 该过程首先将一些编译后的 Nomain兼容字节码插入到一个交易中 该交易被发送到特殊部署地址0乘0 然后 以太坊协议本身使用一种结合 要部署公钥及其Nons地址 在其生命周期内发送的交易总数的算法 更具体的说 将地址20字节和Nons64字节连接起来 然后将地规长度前缀LLP序列化 生成的字节序列再通过KECK256计算得出哈希值 取最后的20个字节作为智能合约地址 如上所述 以太坊有2160种可能的地址总数 下图显示了这些地址中 目前链上所见数量 图中 地址按类型分组 显示了近亿亿个 要账户的ETH余额非0 智能合约账户超过3000万 虽然这些都是相当大的数字 但与可能的总数相比 是规不足道的 这对以太坊用户来说是个好消息 可以放心 我们离耗尽地址还远着呢 相较以太坊 比特币地址有更多的细节需要解决 首先来看地址类型 比特的地址类型其实主要有四种 Legacy Pay to Script Citriple Type 尽管比特币使用不同的会计方法 为消费交易输出 优责模型来跟踪链上的加密货币 但我们将重点关注下面 几种不同的地址类型 1 Legacy P2PKE地址 这些地址包括比特币系统 原始部署中使用的地址 并且很容易识别 这些地址是以一开头的 它们的生成方式与以太坊地址的生成方式非常相似 从公钥 私钥队的生成开始 然后像以太坊一样 计算公钥的哈希值 但使用的是啥256算法 所得的256B区序列随后使用 PACE原始完整性校验消息摘要 PACMA160再次计算哈希值 得到20字节160B的序列 回过头看 这个过程与以太坊非常相似 但是 显示为文本形式时 比特币通常使用的是PACE58 Check-in Code 这意味着20字节序列使用58个字符 1比9 H J PC OK NG编码 而非16进制编码中使用的16个字符 基本上 存储在计算机内存中的相同的160B的零 一序列会通过一组16字符或58字符呈建到屏幕上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编码 但这是特别为比特币选择的编码 2 PatoScript还是TRCT TRCT值以三开头 从技术上来说 属于脚本 可用于要求多重签名的转照是一档 比特币的PatoScript还是真实性质超出了我们的探讨范围 但简单来说 TRCT值是使用 FACE58 Check-in Code 脚本代码哈希进行编码 因此 可以将TRCT值代电化为脚本的20个字节哈希的编码 类似于公钥的20个字节哈希的编码 3 SIGUI和TAPRO地址 为了提高区块空间的效率并改善备用 SIGUI在地址的构造方式上引入了一些变化 具体的算法细节计较滑味 因此 我们在这里调过细节 但是人们可以轻松地一眼看到这些EBCE开头的新地址 除了SIGUI之外 EBCEP开头的TAPRO地址进一步提高了交易效率 并提供了更好的隐私性 与以太方类似 下图显示了按地址的总余额大小汇总的比特币总余额 与以太方类似 绝大多数比特币由价值最高的那些地址持有 然而 仔细检查数据以更好的理解分布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地址生成机制外 还有一些关于地址的其他概念 我们应该理解 包括 1. 热 冷钱包 以及finity address 1. 热钱包和冷钱包 加密货币资产存活在区块链本身上 货被存储为原生第一层货币 例如ETH货币各币 货被存储于智能合约余额账本 例如USDC 3. 为 区块链本身可以被视为存储在各自网络节点中的分布式数据库 这意味着用户并不托管加密货币 而是托管与各个区块链上各自地址关联的私益 因此 真正的私有信息必须保证安全 因为这些私有信息就是与地址相对应的私要 在加密世界中 存储私要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热钱包和冷钱包 二者很容易区别 热钱包是连接互联网的私要存储系统 而冷钱包是没有连接互联网的系统 完全盾开与互联网的连接使私要得到更安全的保护 想要获取私要 必须先获取冷钱包设备 总而言之 存储在钱包中的不是加密货币本身 而是与区块链上余额地址相关联的私要 私要管理越来越复杂 现在越来越流行一种数字资产安全方法 那就是多方计算NPC 多方计算将私要分解为加密共享数据 分配给多个参与者 二 WanityAdressorNC WanityAdressor其他地址一样 但是 该地址的某部分将超出意料中的随机性 前几个字符可能会拼出一个英文单词 占语或名称 这些地址可用于更轻松的识别交易对手方 并可用于品牌宣传和营销 这些地址的生成过程得到了几个开源项目的支持 例如 不要轻信在线工具去获取 WanityAdressorNC 因为它们也会获取你的私要付款 正如那句话所说的 那条K 那条K 事实上 去年在Profinity以太方 WanityAdress一只生成器中 就有一个漏洞被利用 作为一个正式的系统 为了不必须生成容易记忆的WanityAdress 以太方有一个叫做 以太方域名服务 Instit应用程序 就像域名系统DNS 连画了传统互联网的访问 与URL非常相似 用户可以购买以 PTA结尾的自定名称 只能合约创建这些标签的机会 这些记录在链上公开可用 借用上文提到的费神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Instit名称是 BotolibPTA 连凌称 就像URL一样 让以太方区块链更加用户友好 因为字母数字组合 比二十字节序列更容易记住 这增强了网络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从31000以后的行情 我都快成反指大师了 看32000直接去27000 看25000今天直接3万 不过我还是会坚持 从K线的角度去看行情 比特币 昨天说 比特币在27100的支撑线连续震荡了4天 我看好这个位置不保 不过 今天比特币对我粉狠打脸 强势突破3万 目前绿色水平线附近 29000的阻力位已经突破 那么比特币的下一目标 就是上行通道的上课 也就是33000附近 比特币占比再次突破了阻力线 BTC 低的走势 关系这是否由我一直期待 但一直没有出现的山寨牛 如果BTC 逼能在前高48.7%之下建立 形成一个更低的高点 那么山寨牛仍然值得期待 昨天10.6附近我买了些 今天跟随比特币上涨 第一指引点在绿线附近的12.9% 失损位置前低8.7%仍然有效 从外部上来说是 美国银行事件引发市场恐慌 导致纳税 道德 美股 标普500集体下跌 美国银行又带动了市场的恐慌 大量资金从银行系统外流至美元 黄金 服务债 比特币 并带动其快速上涨 从技术面上看 昨天文章讲的比较透彻了 6H 12H以不信号 加5英6H反弹共振 也就是说 6H以下的K线 全部是反弹 而且一起出了共振 再加上6H线墙底墙反弹信号 昨天在结束28000位置的下跌后 一路高歌向上 突飞猛击 最近事情也是比较多 社群里面没有露面 消息回复的也比较少 村长本人的观点 在过去几篇文章里面 已经表明得很清楚 而今天 随着加息会议的临近 以及市场上的一些消息面 村长要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我对现在市场的一些看法 因为一家之言 互相交流互通有福 首先 我们要复盘一下过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早在本轮行情启动前 也就是在2022年11月份 以及12月份 村长就做出了一个剧本盘判 比特币会反弹到3万美金 到时候包括马斯克在内的机构 都会出来喊单 而且会在这个阶段 形成本轮故事的主线剧情 必须要给高位积函的韭菜 一个充分的理由 目前这个理由已经产生 那就是3月份爆发的银行业危机 给了比特币理念 避嫌属性再次占入更远的环境 市场的散户兄弟 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能够入手的理由 而以太坊的上海升级解锁 在3月份被突发的银行业危机 打乱了节奏 导致延迟到4月开始 而以太坊解锁的剧本 也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 解锁明明是利空 但是行情却先向上插针 后回落 而在以太坊解锁向上插针回落之后 行情跌到1800附近 村长还给大家写了一篇文章 10% 而行情为什么会这么走 在这里我们抛开合约不谈 从现货做事商角度来看 以太坊以及比特币 在这个位置卖出 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事情 比特币3万美金 以太坊2000美金付近 其实是这轮反弹最好的出货价格 甚至有可能会是最高的出货价格 因为本轮上涨 仅仅是反弹 很多人 包括看多比特币会涨到4万2000美金的人 也不得不承认 这一次仅仅是反弹 对吗 那么从庄家角度来看 给了大家4万美金的期待 3万美金出货 就是最佳的安排 因为庄家从来不会去贪婪市场上的最后一个铜板 最后一个铜板往往是鸡肋 食之无味 气质可惜 啊不对 是气质不可惜 前面的满汉全息都吃了 最后的牙记菜吃不吃 其实无所谓 市场会给先知先觉者丰厚回报 同时也会给后知后觉者深刻教育 到目前这个位置 大批量的机构和庄家 都在配合消息面读货 金融游戏一般常见的四个步骤 打压 吸筹 拉升 逃货 在低点的时候 你不卖 那么好 我就释放利空新闻杂谈 到了高点 你不买 那么好 我配合消息面拉升 在外界的散户看来 是自己的操作问题 却不知道 整个市场都被无形的手在操纵 扎打银行在这几天 跳出来说 比特币未来会10万美金 去年最低点的时候 却说会跌破5000美金 那么大家说 行情会怎么走 而且不只是扎打银行 很多链上数据也显示 比特币的筹码在集中 一群钱包鱼额与BTC价格走势相关性最高的鲸鱼似乎正在进入另一个增持阶段 3万美元阻力位的拒绝导致过去一周比特币大范围抛首 但链上数据显示 持有100到1000BTC的加密鲸鱼是如何逢低买入 下图显示 它们在4月16日至24日的钱包余额中增加了2万BTC 按照目前28349美元的市场价格 这些鲸鱼的新投资价值超过5.66亿美元 当大型机构投资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资金流失 表明它们的信心正在增强 考虑到它们在牛市前的事实购买历史及其对散户投资者的影响 上述鲸鱼的如此大的投资可能会导致比特币的看法逆中 的确 从逻辑上来看 距今增持比特币 那么对于价格来说 肯定是利用 但是为什么这类新闻 在这几天层出不雄 而在去年最低点的时候 全部都是卖出 坚持 变局这一类新闻 新闻媒体不过也就是人的两张嘴 一张一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而为什么会这么说 才是关键 这些媒体为什么会铺天盖地地报道这些新闻 其实就是主动或者不自知的情况下 被市场操控着 让更多散货进场接盘 其目的很简单 就是我说的 把筹码均匀地在三万附近卖给大家 三万三千卖是一笔好买卖 两万七千也是一笔好买卖 我之前在说一泰坊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观点 为什么我这么笃定地去认为 反弹到了这个位置就结束了呢 因为基本面上的数据 以及一些突发情况告诉我 市场不会再有更多的增量资金 而且 大批量的存量资金 在出逃 四号的加息 或许会向上插针 但是之后的行情 不会太乐观 最好就是我说的 上下10% 均匀地把货卖给大家 我写这篇文章开始的时候 弹出个消息 为了